范冰冰的感情史,一直都是网友茶余饭后的谈资,当年王思聪的一句金宝学业佳音,引起了不小的话题讨论度。 现男友雨晨也被网友寻嘲,尤其是在范冰冰偷露税,被行政处罚8.84亿元后,关于他各种成名期间的私生活传闻满千杯。 12月16日,有网友在微博派出一段见密范冰冰,出道至今17个绯闻男友的视频,其中有一段是和影视圈大哥胡金宝的绯闻。 关于这段传闻,房间有很多版本,视频中则称,范冰冰当年是为了上位和红金宝在一起的,而且范冰冰还曾为他剁他导致大出现。 视频中称,红金宝为金屋堂交送给范冰冰一套价值200万元的豪宅。 两人同居后,范冰冰不小心怀愿,怕事情被曝光影响两人的前途。 范冰冰选择了在公寓内自行流产,无料造成了流产性大出现,紧急送医财宝注意命。 因为外界流传着很多范冰冰和红金宝之间的事。 行,网友洒出这段视频中的爆料,乍一看还真有点亮,但是仔细想想根本不可能的。 范冰冰紧急送医财宝注意命。 这么大的事情,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新闻报道。 而且红金宝和范冰冰,也曾多次发生辟谣两人的关系。 在接受采访时曾有好事的记者,分别询问过两人关系,两人都进行了否认,并怒是询问该问题的记者。 红金宝在被问到和范冰冰的关系时,曾诺对记者,被问作为范冰冰的干爹,见没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时,红金宝非常生气,直接回向记者,你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了吗? 你见过范冰冰的干爷爷吗? 你见过范冰冰干爷爷的干爷爷吗? 之前接受抓绑时,红金宝和范冰冰这些非论,也很巧妙地进行了否认。 他坦言是真的也不会承认,并表示,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事情都会发生,还是,我老婆只相信我有才是没有。 外界流传最广的传闻,便是范冰冰的弟弟范冰冰是红金。 宝的私生子,这个传闻范冰冰已经辟了过无数次,早前,在香港出席活动时,被问及此事,范冰冰职员这个问题很无奈,予以否认。 网友视频中的堕胎,大出现,纯属无稽之谈,切勿已得传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